你提到的中方的一些出口管制措施,我注意到中方的主管部门都已经发布了声明或者是公告解释了中方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这和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打压特定国家特定企业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有关做法不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和企业,我想这是我能给你的一个解释, 但是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关于中国的措施与美国有何不同,你可以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更多的信息